你们看老的活着 有一段现在很清楚 人家骗他 这石头里头有佛了 他是见佛就拜 没有佛他不拜 人家说这石头上有佛 叫他对着石头磕头 把头磕了一个大包 就这么个老师 说牛粪 牛粪里头有佛 他把头磕的一头都是牛粪 人就这么待 他政府称佛了 他称佛也不可思议 都是欲知欲知 自在往生 往生两年了 他们乡下的人的时候 有一天在汉口 路上遇到他 是在街道上 路上遇到他 还跟以前老样子 背了一个麻袋 就像布袋和尚一样 背个袋子到这花园 家人就问他 都叫他老德和尚 老德和尚后再看 他说你怎么在私地啊 花园嘛 跟我一起回家 好不好 你们先去我过几天才回去 回到老家去这些人 把在 这个 遇到老德事情 讲给他一些 这奇怪呀 老德 两年前过世了 怎么可能呢 他不是一个人 可能好几个人 同时 真是他 再去挖开坟墓 坟墓里头人没有了 说明他看到的不是假的 不是看花园 这是什么 不怀疑呀 不怀疑他不愚痴 我们一般人看到好像痴痴呆呆 他不愚痴啊 他真有智慧 别人认为他是呆活生 常常拿他开玩笑 来捉弄他 他完全当真 一生没有怀疑过 一切人 一切事物 没有怀疑 没有怀疑 就是真智慧 凡夫不知道 没有傲慢 就没有成悔 成心 成的心 就是傲慢 贪的东心点 就是情指 所以断贪真识 从哪里断 从情指上断贪 从傲慢上断称 从不怀疑断持 这个很重要 那么静音苏 称是发生人 一切是发生成就 真结 以此而言 唯真 报神 之德 就是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这年月 光明是智慧神 二 寿命无量 是 报神 二十发生 发生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虽然没有形象 能心一切形象 能心万法 能大肆开悟的时候 说得好 前面四句 是形容 发生的离体 后面一句 是说发生的作用 作用 能生万法 离体 清净 第一句话是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第一个清净 第二个 不生 不灭 本不生 第三个 本自 去除 就是 一切 智慧的能向好 发生去除 不是外出来的 所以大臣经上有一句话说 心外无法 这句话说得好 所有一切法都从心里头自然现前的 第四句 本不动摇 这就是定 自信本定 他没有动过 他没有摇摆过 这让我们就想到了 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统统就修定 就是修个本无动摇 定到最后 跟本无动摇相应 就是回归到自信本定 这一句就是自信本定 你必须要回归到自信本定 自信的智慧 自信的能向好 就能兴起 那你就能得大自然 在施法界 独化众生 没有障碍 无论众生问什么 你都能解答 这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 神通无量无边 没有障碍 所以从这些经典里面 我们回来看 就能体会到 大乘佛法 是以明星见信 为学习的 终点 明星见信就毕业了 就是带你回归自信 就是带你回归自信 佛有没有东西 给我们 没有 你见信 所得到的 全是自信本有的 佛没有一法 可以帮给人 佛所说的一切法 原来是自信 本自具足 健身就开发了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